小生初必备的这样的一个形成问题 甲乙一共两个人对吧 这两个人分别从AD和BD开始 同时同向出发 然后走走走走走到某一处 然后甲就追上乙了 现在给我们这些个量 首先一开始两个人的路程差 一共是18千米 各自的速度甲是14千米每小时 乙是5000米每小时 好各自的速度也给我们了 现在问我们究竟要用多长时间 这个甲才能追上乙呢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思考 我相信很多宝爸宝妈呀 跟孩子讲发现没有办法讲清楚 因为用你自己所学的知识 跟孩子去讲都是超纲的 来我们来看一看 怎么样引导这六年级的小朋友 去来思考这个问题 首先先解决第一个问题 说要想让甲追上乙 请问甲一共要追多少的千米 他们俩之间的路程差是18千米 所以只要我把这18千米 都给他追完了 这事我就解决了 所以我们最后形成的这个路程差呀 才是我们要搞定的那一部分 那接下来再看 每一小时我们的甲可以走14千米 同样每一小时乙可以走多少呀 5000米 那所以我就问了 每一小时甲能够比乙多走多少千米呀 9千米 非常好 直接用速度做差 14减去5 这是他们的速度差 也就是每小时甲比乙一共多了9千米 我们总共要多走18千米 问一共是多长的时间 用18千米除以你每小时多走的 是不是就是我们最后的时间呀 一共是两个小时 所以在这里边要解决两个核心问题 第一 假要追上乙 中间的这个路程差是多少 第二 直接除以它的速度差 得到的就是我们最后的时间 所以就有了咱们全网最火的一个秒杀公式 给的是什么呀 这个追击问题 直接用路程差 除以速度差 就等于时间 来记笔记的同学 直接把这个公式写在上面